現在我們都給大家一個時間開放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這個時間問 你可以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看看想哪位嘉賓回答 也可以 問一個問題 你說現在在下載一些諷刺 寫政府經驗到來 會發發呢? 有些改了一些卡通 或者改了一些東西 即是改圖 改圖的意思是創作 用來控制社會會不會發發呢? 現在可以嗎? 很快 儘管補充 網民很喜歡你做這些事情 是否有問題 新的部分 如果看這個圖 新的部分 就是由這條問題開始 下面那些是新的 那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即是說 如果你改圖 不是落入現在的許可使用的時候 就已經是民事侵犯了 現在新的加入那些 才加入氣房 才有下面那堆問題 即是已經好了 即是說 現在的法例好了 即是說 這一部分好了 但是它加回 一個叫做損害性傳播 那個是刑事的 是的 如果你下載了下來 是會是複製裡面 是有問題的嗎? 你複製 如果你不是賺錢 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 因為仍然有問題 在現時的法律 擺盤用的人 可以決定你有沒有權 你複製的人 有問題 如果你是用來 你複製的人 我是copyright 當然有問題 你嘗試去 在電腦裡 你可不可以下載到一幅圖 而在電腦裡面 是不複製的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但我傳播沒事的 傳播和第二個權利 Cache也是這次才能進行 Caching 是啊 連Caching也犯法 即是怎樣? 我下載什麼? 我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在電腦裡面 你要下載一幅圖片 在電腦裡面 一定要在Cache memory 裡面是複製一幅圖 你才可以在電腦裡面看到 如果你在從別人的網站 網站裡有一幅圖 然後你自己的電腦 你想看到這幅圖 他就要在電腦裡面 複製一份的角度 我明白 然後你才可以看到 那為什麼 從反權的角度來說 就是反權有不同的權利 一個就是複製權 一個就是分法權 我明白 另外一個就是大眾傳播權 我明白了 這個就是這樣反白的 你說 要複製活反白 根據現實法 民事 民事 就是民事辦法 民事 有民事責任 那這件事 你猜要控不可以進去? 如果他要控告的話 可以控不可以進去 但不等於你會要賠很多錢 簡單來說 就是說 有些行為 其實你已經造成了侵權 但是 這個版權持有的人 他未必 他會去控告你 你的朋友 如果你發電郵給你 你會發電話給你的朋友嗎? 是啊 會啊 那你會發電話給你 那個例子就是 他可以控告你 不過他可能選擇不控告你 侵權 你沒有選擇 你控告什麼? 你精神團體的話 是不需要有精神損失的 其實這樣 我想 很多的 就是那些 scenario 都可以很不同的 但是 現在新的修例 其實政府 之前都有 討論過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那個 那個侵權者 他自己本身 有沒有利益 在這裏 這個重不重要呢? 最後 現在的版本 就是說 侵權者本身 他有沒有利用利益 或者牟利 其實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對於那個 版權持有人 會不會造成一些 所謂損害性的 損害 怎樣是損害呢? 其實主要是經濟損害的 即是說 你自己就算沒有得益 但是別人因為 你這樣的做法 會受到一些 所謂的 一些損害 經濟上的損失的話 也有機會 但是 我想現在我們這樣說起來 有點混亂 因為由刑事 又民事 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有很多侵權行為 在現在的版權條例 已經是有 只不過 現在我們再加多一份 下去 將那個漁網 所謂 以前的漏網 之餘 例如做串流的人 就是 現在的版權條例 是不包的 現在我們把網 整大一點 將這些漏網之餘 串流的人 都包了下去 因為 在熱界來說 他們很擔心 串流這件事 當然 我想串流是其中一個 他們一說的 是很開放的 正如周博言都說 串流以外 即使接下來有些新的科技 都包了下去 就是希望 那些人 用任何的電子模式 去做這些傳播 或者分法 都是 但是 是屬於 至少有一個民事上的侵權 如果 情節是嚴重的話 就會有刑事 這就是 現在 所謂的新的改動 就是這樣 你說 有些很雞毛蒜屁的事情 就是 理論上 法律上嚴格來說 好像教授這樣說 的確你是侵權 問題 版權持有人 會不會 做這些行為 做這些動作呢 暫時未會 但我們不知道 將來會不會 因為可能將來的事情 越來越方便 他可以將自己的起訴 或者控訴你的成本 是降低的話 反正他會做這些事情 我們反過來看 串流打機 現在有些 例如遊戲開發商 Microsoft 和Sony 我給你打 我給你打 沒問題 大家玩多些 開心些 因為我們沒有豁免 但是得到 這個版權持有人的容許 他們可以繼續玩 但是如果有一天 突然之後 我要收回這個權利 不好意思 明天開始 大家要付錢 才可以串流打機 直播的 那些人就會想 我付錢 如果他又不想付錢 我用另一個方法 可以不可以 我自己好像黃之鋒 自己找個電話 拍照我自己打機 跟朋友分享 不好意思 由於你這個行為 在生意中 是沒有受到豁免的 他現在這個權利 我以前有不用的 我現在越用 因為你侵犯了我的權利 可能你一個人 給了100元 一個月的月費 但你很多人加在一起的話 我對我們的選擇就很大 我實際上警罰 我今天就要移動你 剛才Foto放了一點 在說到刑事那裡 我想問現在刑事 是他寫明他可以用刑事來控告 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是不是之前 都是見過之前 他們說過161條1993年 那時候就說 不可以跟這個版權法一起用 現在是他亂用 但是因為法官開了才禮 但是他明文寫了他會用 還是怎麼樣 其實在這一年的4月中的時候 我覺得Charles Wong有個提問 關於161那個 是嗎 是的 那時候我們也進入了一個 關於不捨實使用電腦 當中我們那個提問 其實在這個立法原意 究竟是什麼 當初的不捨實使用電腦的時候 我們發覺那時候在恢復二讀辯論的時候 保安斯其實就提到說 不捨實使用電腦其實主要是打擊一些 就是準備去做一個網上 準備做一個詐騙的行為 或者一些關於 一些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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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黑客人的 一些不適合的 電腦 即是未經允許去取用電腦 會適用在這個版權法上面 但是我們 就在2005年的陳乃明案件那裡 就看到他用了這個 不捨實使用電腦 再交替這個版權118的刑事罪行 一起去用 其實前兩天 蘋果日報就問過 律政司署他們的回應 他們有個回應說 他們會嚴格遵守這個立法原意 但我們就不清楚 究竟他現在說的是1993年的立法原意 還是他現在自己在想的立法原意 因為其實保安司 其實在這一年 他回答那個立法原意 他就說到 哪一條容易就告哪一條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去澄清 起碼三個局 就是保安局 律政司 和經濟和商務局 他們的口徑應該一致 好 另一位 我喜歡問的問題 其實四位 你都可以自己去答 因為我很想拿一個很具體的文字 因為現在香港政府 就突然在說 我覺得這個立法原意 更加清晰 不會說 日後如果真的過了的時候 會有一些瘋 但我很想知道 很愛人 任何優惠在這個過程 都是在用這個立法原意 但事實上 在推行的時候 或是不錯誤 都是有 牽涉了很多的問題 所作 而同時間 我亦都想知道 會不會有一些 具體的例子 就是 譬如有些國家 正在用這個fair dealing 但是 如果這個例子 即這個個案 去到一些fair use 的國家的時候 那個結果又會是怎樣呢 我想有沒有一些很具體 的事實 好 如果你從英國來看 英國的公平處理 就沒有這四個因素 是在香港裏面有的 因為在英國的公平處理 就是 它是說明是你什麼用途 然後就可以拿到公平處理 豁免 然後你有哪些要的條件 就不是平衡四個不同的因素 但是香港其實是不跟英國的 香港呢 就是 英國再加美國 所以又有公平處理 但是也都有公平使用裏面的 四個因素 所以我們香港來講 就是 如果跟英國比較 就肯定是沒有英國的公平處理 那麼清晰 因為英國公平處理裏面 是沒有四個因素 不需要衡量四個因素 所以其實我最大考慮的 就是究竟 怎樣才算是公平處理呢 公平處理在我的角度來講 就是要一個平衡四個不同因素的 平衡規則 那這個就叫做公平使用了 那麼公平處理呢 就是不需要平衡四個因素 或者多個因素的規則 我們就知道究竟有些什麼的條件 就可以叫做公平處理了 但是你看看英國的法例呢 英國的法例就是 有不同的條件 例如我們需要有criticism 批評 或者我們需要有private study 這樣就可以達到這個條件 那麼這個就是公平處理 香港不是的 香港如果你看一下 例如現時有的戲房 就是你要有戲房 之後還要再考慮那四個因素 是用公平使用的因素 才可以決定你有沒有這個公平處理呢 那麼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就算叫它公平處理 你加下這個四個因素 其實都不是公平處理 是不是拆了 有拆了也有同樣一樣的不清晰 就是我答了你不清晰那個 跟著我再答你拆了問題 不清晰的就是 為什麼你覺得公平處理清晰 而公平使用不清晰 第二個標準的答案 標準的答案就是 因為公平使用 就要衡量四個不同的因素 那麼我們就看了 英國的公平處理 需不需要衡量四個不同的因素 那個答案就是 不需要的 所以清晰 香港的公平處理 需不需要衡量 公平使用四個因素呢 香港就要衡量四個因素 所以香港是一樣 和在美國的公平使用 一樣不清晰 因為不清晰的地方 就是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在美國需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香港也都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所以香港不會給美國一定清晰 因為那四個因素 其實你不知道那個觀略是怎麼判的 但是如果你在英國的情況 就是不需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那你寫明是怎樣可以獲到權面 那你就立即可以知道 怎樣可以獲到權面 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想比較的就是 你看香港現有的法律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是不需要衡量四個因素的 所以第三十九條 我覺得是清晰的 因為你知道有些什麼因素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有沒有這個公平處理的權面 但如果你看到 第三十八條 四十一A和五十四A 就要衡量那四個因素了 那其實一樣是不清晰的 因為你不可能知道 究竟那四個因素是怎樣衡量的 但是到貿易員那個問題 是不是窄了呢 你一個就是公平處理 一個公平使用 就是正是獨腳式的 的豁免 就是開放 但是獨腳 就是一個的 那就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而公平處理 就是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但是還要狹窄了 那如果在美國來說 如果是那四個因素是 你不可以獲得豁免呢 在香港來說 你那四個因素 一樣不可以獲得豁免 但是如果在美國來說 那四個因素是獲得豁免呢 香港是獲得豁免呢 還要看究竟是否符合 比較美國 比較英國 剛才你說的 如果英國呢 就譬如說 棄房就已經得了 香港棄房完 還要看四個因素 那是不是香港 比較英國 是窄了 大體來說是 為什麼我說大體來說是呢 就是如果 看四個因素 如果考慮的 結果 是跟英國一模一樣 就會同 但是如果 結果不一樣 就會窄了 所以大體來說 我們跟英國比較 是窄了 就算如果你說 拿香港現有的法例 拿第三十九條 跟其他另外三個的 潰面來比較 第三十九條是 會闊過其他的潰面 因為不需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也都第三十九條 會清晰過其他的潰面 因為也不需要考慮的因素 那對網民大眾來講 問題就是 現時加油那些潰面 全部都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那你如果跟我說 就說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 fair一點就很清楚 因為你很清楚 你知道還是這件事 可以做得 然後我再考慮那四個因素 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如果你在外國的話 只考慮那四個因素 我每天都可以做得 這個就是 我知道什麼不做得 我再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那為什麼我不選第一 開放式呢 因為 只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無論是 香港現時的建議 都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還是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南韓 新加坡 菲律賓 各個國家 都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但香港還要是 只限於那十項的潰面 四項燃油的潰面 加六項的潰面 才可以拿到潰面 而外國就是 各樣的潰面都可以 但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如果你在香港政府 你要 說服我 覺得香港會給外國寬鬆 你一定要告訴我 那四個因素是不一樣的 但香港不是 香港四個因素 就是完完全全 一模一樣 跟美國一模一樣 那四個因素 那你怎麼可以解釋給我聽 說香港會寬鬆 你同樣考慮那四個因素 唯一你可以解釋就是 香港的官 可以寬鬆地 衡量那四個因素 外國的官 就不會很寬鬆地 衡量那四個因素 那是官的問題 不是那四個因素的問題 所以 很難說 外國較為寬鬆 唯一我可以接受 香港較為清晰 就是第39條 因為第39條 沒有衡量那四個因素 那你就不需要去到官判 那你就只看 你是不是符合那些條件 那你就可以落得寬鬆 那因為時間所限 那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要一個問題 最後要一個問題 我多謝幾位 有機會使用這些 補習法 那麼就 就是這樣 我就很同意 就是 如果法律是空法 尤其是他現在 確認了那種新的權利 而那些寬鬆是 所以 只是這麼狹窄的話 就對 有權勢的人 就是 那些反應不自由的人 是絕對有理 實際上 他不用打官司 他嚇一嚇死你 就是打官司 即是 那些司寫順利 你就是 你不敢打的 以前我做很多 80年代 根本 如果你被人告 一個廠 你被一間LV告 被卡辭告 那是我打的 你說我兩千萬一年的 turn over 人家說是二十億 所以他肯定拿到這麼狹窄 你拿到這麼狹窄 你就撿了 即是你已經不用 你已經停工了 一停工就沒有人會打的 打幾年 所以就是 那個是很不平等的 那個 所以我就覺得 將來一些 是有些機制要想一下 有什麼辦法 就使他盡可能 能夠平等一些 那麼有幾個具體 第一 如果純粹是fair use 一個open category 保不保障到 或者有幾大程度 保障到一些 我們想保障到第二次創作 就 這個 如果針對刑事的檢控來講 有沒有 或者說fair use 都是問這個問題 只是說fair use 現在在美國 多不多案例 是被人知道 約我 即是那些indicators 那些guidline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 一個open concept 到法庭 還有很多judicial的 即是有沒有可以參考的實際案例 如果fair use 可以是一個reference to prosecution 譬如說你老闆 我不是 其實那些東西 我都是fair的 雖然我是暫接的 我不知道 有沒有prosecution policy公佈 在外國 香港有時候有的 有時候有的 我們這樣的情況 才會告的 然後 反其時腐例 因為太過原則性 所謂政治人士 做一些guidlines 然後說你跟隨guidline 你就會是一個答辯的理由 檢面上的 如果你不跟 就沒有這個答辯的理由 所以都是fair use 我想問人哥 檢控的準則 其實我本身想問 因為這四個priteria 如果是刑事方面 其實外國的灰色地帶的作品 其實我是沒見過 因為是爭議性太高 如果你是作出刑事檢控的機會其實不高 但最大問題其實在香港裏面 也有很多例如廚務的朋友 或者反對條例的朋友 那個focus錯誤的地方就是 他們是專注在究竟政府會不會起訴 但你剛才說的其實很合理的就是 其實去到起訴已經遲了 基本上別人怕的就是收封律師信 例如如果我是板決了一個人的話 我很容易出封律師信告訴你 香港現有的條文 民事可以控告你多少次 我們可以有什麼權利 認事可以控告你 你監禁例五個月罰你多少次 根本上你不需要去到 由律政司檢控 根本上大部分網民已經害怕的 這個就是製造了最大的寒蕭效應 其實香港人現在很多次討論的就是 但我不會控告你的 其實他不需要控告你的 只不過出封律師信 根本上你已經很害怕了 第一已經很煩的 你要是收封律師信 可能你要和有法律知識的朋友 討論究竟你可以有不同的行動 你也可以擔憂會不會真的控告你 這個其實是頗大的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灰色地帶作為一個 例如在外國檢控 通常他都會考慮究竟這個 會不會算是fair use 或者算不算是fair dealing 你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可不可以在法例裡面 可以清晰呢 或者是例如現在香港知識產權處 在那裡說 我們需要一個法律是清晰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公平處理 不用公平使用的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如果你用真正的公平處理 是好像來英國式的 沒有衡量那四個因素的 那你就可以清晰了 但香港不是嘛 香港不會考慮英國式的公平處理嘛 香港會考慮英國美國集合式的公平處理嘛 那麼那個其實根本上又不是公平處理 因為你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你不去到檢察官 你不去到法官從民事的 你根本上不可能知道 例如好像剛才那個覺得說 他不會告我 我覺得我會勝訴 那麼你就覺得這個沒有問題了 另外一個用戶覺得 其實acture可能覺得贏的 那麼我可能就會覺得有問題 那就不清晰了 如果你政府是真的要香港的公平處理清晰 一定要學英式 不可以英式再夾雜美式 然後又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也都要公平處理 你說叫公平處理的話 不等於你一定是公平處理的嘛 你要給我這條條文看 究竟是不是公平處理嘛 你要考慮那四個因素而要平衡的 肯定這個不是公平處理的方法來的嘛 這個根本上是美國公平使用的方法來的 你叫就叫公平處理 但是你用的就是公平使用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很明顯 香港是受美國商會的壓力是非常之大 政府也都非常之大 也都是香港想 我們想資產權保護得好些 對中國的批評不會去到香港 所以我們就想想方法可以令到美國覺得是香港的法例接受 最容易的就是引入美國的法例是那四個因素 然後就放在香港那裡 那你現在到一旁走出來開發部會說 這個是美式來的 我們不會引用的因素 然後我看條條文 為什麼美國的Factors 全部都在香港的條文呢 那你就說 那真的 因為我們叫做Fair Dealing 那個title叫做Fair Dealing 所以會比較清晰 你就算有個標題叫做Fair Dealing 不等於你一定會比較清晰 你究竟要看看你需要不需要衡量 你一定要衡量 其實一定會不會清晰 但是這個也是有一個我所謂的Red Herring 就是在美國多案例的話 就算在美國實施Fair Dealing 都會多案例的 因為根本上美國是 你在版權訴訟 它的話 它是根本上的第一個damage goal 第二也都那個司法制度 是Favor你告那個人 那你就是同樣的制度的話 裡面無論Fair Dealing 都一定多案例 那你只看到美國 因為Fair Dealing 多案例的話 而沒有考慮過Fair Dealing 會不會多案例的話 那你那個比較不適合 就是一個好例子 就是我們常在猜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如果你說這個版權條例 2011年的方案 如果它立入了現有豁免 會不會已經通過了呢 那上海沒有可能 走回頭可以知道的 那你就得個古字 有些人就說 如果那個時候已經加入了 戲房的話 已經通過了 我們就不用等到現在 又拉布又成 因為根本上已經通過了 但其實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走回頭去知道的 同樣情況 我們香港 例如轉了公平使用 會不會突然間 好像美國那麼多訴訟呢 在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香港和美國訴訟文法 根本上不同 所以根本上 就算是轉了的話 也不會多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是美國加入了公平處理 而不要公平使用 會不會訴訟少了呢 我也不覺得會 因為在美國的訴訟文法 根本上 無論你是公平處理還是公平使用 一樣是會多訴訟的 其實可不可以說回美國的公平使用 公平處理的案例 實際的本質情況 有很多的 其實 例如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 要簡短Peter 案例這裡 立法會文件 真的有六個 有六個美國的案例 這個可以再分享 因為我們這裡 其實今天我們那個版權 裡面很多仔細的條文 今天聽到很多都是有關 如果網民方面 我怎樣才會侵權呢 另一個就是 如果從制定的角度 fair use fair dealing 究竟怎樣用 好 最後